这是废纸箱的回收制造过程 收来的废旧纸箱被打包成块 然后插车将其放入传送带 这些废旧纸箱被送进一个巨大的碎浆机中 接下来的过程很下凡 在这个巨大的碎浆机内 纸箱与水混合形成糊状 并且移除像塑料和钢铁这样的杂质 混合好的纸箱要经过多个阶段的压榨和干燥 这些看起来很像13箱的东西 就是干燥后的成品 它们经由传送带送往造纸机 在这里它们需要再次与水混合并加压和搅拌 这一过程需要加入添加剂 它可以使指具有一定的耐水性和防火性 这些混合物几乎90%都是水 它们通过一系列称为章鱼的管道 蹦入机器内部的流浆箱 在流浆箱内只将被喷到一个旋转的滚筒上 滚筒上面覆盖有非常细的网孔 真空泵在滚筒中心形成真空 将液体只将吸到滚筒表面 接着由一个毛毡把这层纸浆取下 它在吸压转子之间被压缩 以去除水分并形成原始纸板 五个成型机每一个都可以在纸板上沉积薄薄的一层 工人依据需要的厚度来调整成型机的工作数量 制作好的纸板要经过热滚筒干燥 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一分钟 扫描仪传感器会测量纸张的水分含量 如果太湿 还会向纸张施加蒸汽器流让纸板快速干燥 这些干燥好的纸板会卷在一个巨大的卷种上 然后在复卷机上切割成特定的尺寸 接着瓦龙机依照需要 将这些纸板制作成想要的形状 之后它们会重新被用于各种包装 这就是纸箱的回收制造过程 你学会了吗